《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作者 陳破空 《現實篇》 中國崛起,邁向軍國主義 71.中國核心利益,誰的核心利益? 進入21世紀,中共動輒稱核心利益,而且覆蓋範圍越來越大,與日俱增 中共所稱的核心利益,意思只沒有讓步和談判餘地的關鍵事項 2009年7月,中共國務委員戴秉國,在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論壇上,如此闡述中共的核心利益 第一,是維護基本制度和國家安全,其次,是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第三,是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 可見,中共核心利益的首要事項和重中之重,就是維護現行政治制度、一黨專政和政權安全 把西藏和新疆問題納入核心利益 中共的意思是要國際社會閉嘴 對那裡的人權迫害,不得譴責,不得評論,不得過問 將臺灣話題納入核心利益 中共的姿態是要阻嚇各國,不得與臺灣有官方關係,不得成為臺灣的外源 待臺灣孤若無緣之時,便是中共狼吞虎咽之日 把已經回歸多年的香港也納入核心利益 中共聲稱,港澳兩地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實際就是中共在港澳強推國家安全法的前奏 其進度,是機會而已 中共口中的核心利益範圍,持續擴大 從西藏、新疆、香港、臺灣議題 推廣到南海、東海,乃至中印邊境衝突 試圖讓這些與鄰國存有主權爭議的地域、海域 都成為由北京主導的,沒有讓步和談判餘地的當然議題 如此宣誓,是北京霸權主義嘴臉的顯露 中共炮製新版《國家安全法》 任意解釋和無限延伸核心利益範疇 除覆蓋政治、軍事、經濟、金融、能源、糧食之外 還燃指科技、宗教、出版、教育、網路 以及外太空、國際海底、極地等廣泛概念 從中透視其核心利益的擴大和放大過程 乃是從首都到地方、從中心地帶到邊疆地區、從漢人區域到少數民族區域、從內地到港澳、從大陸到台灣、從陸地到近海、從中國到鄰國、從地下到太空 從自上而下、從內及外 但貫穿一個中心、一個焦點 那就是共產黨的江山、獨裁者的權利 那才是真正的唯一的核心利益 即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 其他所謂核心利益 不過是這個焦點核心利益的裝飾和外延 以最廣大的範疇來掩護那最難以啟齒的焦點 這又是中南海後黑學其招數之一 中共選擇在2015年7月1日 中共的建黨節發布新版《國家安全法》 作為執政黨自我饋贈的大禮 是另一種形式的黨慶 其中大義明瞭 一切為了保黨 一切為了權利 一切為了既得利益 一黨之私 莫此為甚 對比中美兩國 在部分中國人看來 中方強調國家利益 似乎理所當然 而美方強調國家利益 則證明美國關注他國民主與人權 純屬虛偽而有其目的 其實談利益 談國家利益或核心利益 民主與專制國家有著本質的不同 甚至有著定義的區別 文明程度越高的國家 其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越是一致 文明程度越低的國家 其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越是背道而馳 美國領導人並不會言美國的利益 那是因為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領導人做任何事都要基於民意 也要爭取民意 通常 一般民眾 一般民眾無需具備崇高的理想 和覺悟 更不能苛求他們具有 國際視野 就證明了這一點 甚至也與中國民眾的利益相背離 中共出於一黨之私 拒絕政治體制改革 聽任腐敗橫行貪官轉移資產 國有資產大量流失 由此嚴重損害中國民眾的根本利益 就是最好的佐證